好 再来看到台北国际食品展胜大登场 今年一共有来自31个国家的业者参加 是具国际化的食品展胜会 那展览主轴除了以未来食品 还有食安永续之外呢 AI的风潮也在食品产业中 抢占一席之地 从贴体包装到自动贴标 一条产线就能完成 以往都需仰赖人力贴标签的生产流程 透过新机种就能帮助业者 克服缺工问题 来自德国全台贴体包装 是占率最高的包装工程技术公司 专责在台湾农续水产和蔬果包装 我们带来这个所谓的永续的蔬果类的包装 它可以将原来的塑料盒变成纸盒 那同时可以把我们使用的塑料量 大大的去降低 圆滚滚的面包在产线上标准化生产 台湾最大工业用烘焙机械业者 关注在食品安全议题 展出一系列不锈钢材质的搅拌机 分前面团机 并与时俱进研发AI相关应用设备 AI的应用呢 就是说省人力的部分 或是有一些自动化机械守备 效能的提升 这个都是我们的重点 这里面的基底里面啊 用的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个鲈鱼筋的部分 特过高科技制程推出个人化日常食补 台湾知名生技品牌在展场带来引领食补新时代的优势 今年台北国际食品系列展以未来食品食安永续为主轴 可以说是历年来最国际化的一次 一共有31个国家参展 在参展商和参展摊位都是历年之最 去年的国内外参加的人数超过5万人 那我们希望今年呢 这个参观人数呢 能够在向上成长 我们预期呢 希望能够成长10% 台北国际食品系列展为食品业者打造交流平台 也展现台湾食品产业在亚太市场的强劲竞争力 东森新闻刘伟成小景云在台北采访报道